今天培训会的关键了对吧 是不是期待了很久啊 是不是很多人也为了这个分享者而来啊 是不是也为了他所要讲的题目而来啊 今天最后最大的题目是什么啊 本世纪最大的商机对吧 William 对 那么很高兴今天之所以我们会在这里举举一趟 是因为有一个纪人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好 如果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国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 我 对了 如果没有 哪有 李雷 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位分享者 我们李雷成大选大 我们要讽裁登场李雷 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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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不好 好 真的 我覺得 賣椰漿的 剪做法 做女優的 要自殺的 還會唱一無所有的 真的 我真的需要你們 以一個真正熱烈的掌聲來感謝這位 謝謝 老實講 他們都不是專業講師 是不是 要站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的一個場面 的舞台上 發表自己的感想 你們覺得容易嗎 他們的那種付出 我必須要真的強調一下 甚至有一些 甚至病了 為什麼病 被怕病 嚇病了 因為真的 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麼當然現在他們 國威已經過了 所以他們會比 在座的任何一個人 還要快樂 還要開心現在 因為他們做到了一些 他們原本認為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再次給他們一個掌聲 那麼今天呢 絕對不只是這五個 今天認為 是一件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 那麼今天有 有二十四個的掌聲 在四個地方 主獎今天的領袖美學妹 真的我需要 接到你們的掌聲 感謝其他的十八位 真的 在台北 在亞加達 在新加坡的 那些掌聲 那麼 在這裡的話呢 我可以看出那個 因為它變成迪迪迪 在這裡 我要非常感謝他們 Thank you 那麼今天的主題 我個人非常喜歡 今天的領袖美學妹 叫做 素兵莫瑪 旅無宅 三千虎將真實法 你們懂什麼意思嗎 我時常想做 你奇怪怪的天啊 素兵莫瑪 其實就是說 素兵是約束那個兵 約束 好 當我們當約束一個人的時候呢 他就會累積能量 對不對 就好像 我們拉那個弓 弓箭的弓 拉那個弓 那我們 約束他的時候 他就會累積能量 那我們放的時候 他就會發射出去 對不對啊 所以素兵莫瑪 就是意思就是 準備那個碼 意思就是說 準備我們的一些條件 準備我們一些工具 準備我們很多很多的 活動的那種習慣性 就是我們素兵莫瑪 走過了五年 現在呢 我們三千虎將曾四方 今天 家家這樣在一起 總共有 整三千人 參加我們聯修博學會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我講過 我上次看過我弟弟弟的人也 應該未明 很聽過 那麼順利也講過 那麼在這邊 我在現場講多意思 可以嗎 可以 那麼這件事情 是這樣 那麼這件事情 有一個湖 很大的湖 那麼湖的中央 有一條船 小船 那麼船上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叫做什麼 在釣魚 在釣魚 所以就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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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第一個就講 其中一個就講 我肚子餓 那麼 那麼另外一個就跟他講 我肚子餓 肚子餓去拿麵包來吃啦 剛才我們在岸邊那邊 我們放了一些麵包 我們去拿麵包來吃啦 那麼第一個就講說 嗯 OK好 他就站起來 我要你們想像一下 他在一條小船 在湖的中央釣魚 湖的中央 他站起來 那麼腳呢 就跨出去那個船 當他腳一跨出去那個船的時候 他就這樣 他就叮咚叮咚叮咚 去到那個岸邊 拿那個麵包來吃 吃完了過後呢 還有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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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回那個船喔 然後繼續的釣魚 另外一個就看到 哇 這個是 武林高手喔 他有辦法在水面上跑喔 他為什麼 他會輕功 這個人會輕功水上飘上 不過這個人很 很 覺得他很厲害 不過 又死了一面子 又不要講靜靜 釣魚 那麼 他一段時間過後呢 第二課就講說 我肚子餓 那麼第一課就跟第二課 說肚子餓 去拿麵包來吃啦 剛才你沒有看到我去拿麵包來吃咩 你去拿麵包來吃 那麼第二課就講 喔好 他就站起來 跟第一個一樣的 腳一跨出去 他就叮咚叮咚去到那個岸邊 吃麵包 吃完麵包後又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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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回來了 哇那第三課看到這兩個 不止一個高人喔 既然有兩個這麼了不起的高人在這裡喔 不過他死了面子 又不要講 那麼他說 別人可以 這樣我硬可以也可以嘛 是嗎 所以他就講說 我肚子餓 那麼另外兩個人講 肚子餓 去拿麵包來吃咩 剛才你沒有看到我們去拿麵包來吃咩 他說ok好 站起來 腳一跨出去 他就 掉進水裡面了 那麼當他掉進水裡面的過程的時候呢 第一個就跟第二個講說 老鄉你最好跟那個傢伙講喔 那些石頭在什麽地方呢 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說 其實水下面是有石頭的對不對 只是被水遮住了 看不到那些石頭 那麼第一個跟第二個 懂不懂石頭在什麽地方 那麼第三個懂不懂 不懂 不懂又不要問了 對嗎 所以就喝水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要講什麽呢 其實這個故事要講的是什麽 我們要成功 我們跟從成功人士的角度走 對不對 對 好今天 那些成功的人 都已經走過這條路了 這個成功的道路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要遇到的問題 要遇到的挫折 要遇到的阻力 要遇到的拒絕 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會比別人更多 所以他們經過這條路 他們已經有方法了 他們已經知道石頭在什麽地方了 我們只需要 跟從他的角度走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可以避開 他們所犯的一些錯誤 我們就可以避開 他們所浪費的一些時間 對嗎 所以我們這樣講 經驗永遠是最好的老師 但是最好是別人的經驗 對不對 學東西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 自己去創牆 啪 然後腫起來 然後流血 然後學到牆是硬的 對吧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別人去到那邊創牆 他腫起來 他流血 然後沒看到 然後你學到牆是硬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別人去做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想說 當上線跟我們講某些東西 當我們的管理師跟我們講一些東西 跟就對了 是吧 因為我們都是創造滿身都是傷痕 從頭到腳 是不是 所以你們不需要浪費這樣的一個時間 不需要再走過這樣的一個 犯 重演這樣的悲劇 那麼今天呢 大老遠從新加坡來嘛 其實也不是很遠 沒有什麼東西送給大家 今天 我送大家六個 這個石頭 我把這六塊 這石頭呢 這六塊石頭可以幫助我們 更快的時間上岸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知道這六塊石頭是什麼 只是很少人去分析 沒有人去分析這六塊石頭 或者說沒有人指給你們看 到底這六塊石頭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如何去運用這六塊石頭 我把這六塊石頭叫做六個P 六個P 那麼第一個P是什麼 我們來看 第一個P呢 什麼 Product 我們的產品 那麼各位 我們的產品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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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tier Pertier泰盤術 對不對啊 所以這邊不懂的人就很糟糕了 這就是我們的Pertier泰盤術 第四代 那麼這個Pertier泰盤術呢 在我還沒有 當Reway還沒有產品的時候 我就 我必須要去尋找產品 當我尋找產品的時候呢 我不是隨隨便便找的 我在折銷業很多年 那麼我也認識很多很多的那些 產品的批發商啊 甚至很多很多的工廠 那麼當他們知道我出來開的時候呢 每一天我都接觸很多產品 甚至到今天 每一天都有人過來講說 哇這個這個很好 那個那個很好 不過Reway到今天 今次今日為止 還是一個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對尋找產品是有條件的 我不會隨隨便便呢 這樣就拿那個產品 因為我要Reway所有的產品 都是阻擋產品 我不要隨隨便便 這樣拿一個產品去賣 那麼我有什麼條件呢 我尋找產品有什麼條件呢 當我有這樣的條件 後來我發現到 這其實就是產品的一些優勢 好我們來看 到底我們的產品有怎樣的一些優勢 第一個批 第一個批 第一個就是我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我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我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要高價位 我們的價位一定要高 當時 我們開始 因為賣這個 當我一定這個價錢的時候 老實講 在東南亞的直銷公司 那時候普遍性的 已經二三十年累積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通常一般上進場是多少錢 四百塊錢 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四百塊錢嗎 如果做折銷的人應該會了解 那麼四百塊錢進場 那麼如果是一千塊進場的 那一種就可以算是一種 我們他們甚至把它叫做 Mobile Stock Key 甚至變成 Stock Key 只要一千塊錢進場 那個時候 只要高過這個數目的 兩千三千四千 那已經是很難被接受的一個 一個價位了 我們一出來 八千八百八十八 所以當時 很多人一聽到 尤其是直銷人 馬上就怎樣 有什麼反應 不是這樣 他講死定 他講死定 不過我個人的看法不是這樣 我個人的看法不是這樣 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路台盤說 有路的嗎 有嗎 有賣點 我覺得很大的賣點 因為市場上沒有 這等一下我會講 那麼我就發現到市場上的台盤數呢 我去研究一下市場上的台盤數的價位 我就發現到 它是好高的價位 價位好高 我就第一個條件要做到高價位 因為我相信一樣東西 不管今天我們賣什麼產品 顧客都會覺得貴的 相信嗎 你賣八十塊他們會覺得便宜嗎 不會的 既然你賣八十塊產品 顧客也是覺得貴的 你懂嗎 不是貴人家就不買 當然貴 它要有這樣的同等的價值 同意嗎 所以人家買東西 它不是看價錢 它是看價值 所以不是你把價位設在什麼地方的問題 所以第一它高價位 它完全能夠符合我第一個條件 就是高價位 第二個條件呢 我的個人條件 也是今天我們的優勢 是什麼 就是它能夠重複消費 就是說這個產品 是能夠被消耗掉的 被消耗掉 不過這就出現一個問題了 因為這兩個條件 它是對立的 通常高價位的 就很難重複消費 對不對 通常高價位的 在直銷界 我們通常就是床 水機 對不對 什麼空氣機 就是大量東西的 它是很難重複消費的 你買一次 它可以頂20年的那種 就是那個顧客要來重複 來跟你買的話 是20年後 是不是啊 所以 要定在高價位 它又能夠重複消費 那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因為這兩個是對立的 那麼 大家能不能夠重複消費 它也符合我們的條件 對不對 我覺得是不是非常非常開心 那當然還不夠 我還有另外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三個就是什麼 它必須是獨特的 很獨特的 那個時候 市場上有沒有路態數 有 不過沒有人知道 今天我們會聽到路態數 都是因為雷威 是不是啊 也就是說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 把我們批評這個態判數 這個名聲打搶了 給你們自己本身一個掌聲 謝謝 它非常的獨特 因為市場上沒有人做 或者說沒有人做得起 那時候我要問你 這產品的效果好不好 好 那產品的效果很好 你怎麼做不行 這等一下我會講 不過它是獨特的 因為市場上只有陽台數 是吧 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一看到路態數太棒了 那麼路會不會比陽好 誰講的 誰講的 我們這樣想像 我們就可以猜到 是吧 我們想像都懂了 路身百保 對嗎 路有仙壽之城 是吧 有路融路徑路邊路 所以我就發現到 它的路態應該也是不錯的 羊都沒東西 是吧 所以我們單單這樣來比較 達列也是射路沒有射羊 是吧 為什麼 因為射路比較滿足感 路比較強壯 是吧 沒有可能去那邊 是欺負一隻羊的嘛 對嗎 我就發現到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賣點 而且非常獨特 在市場上還沒有人做 那麼第四就是什麼呢 它能夠借到你 這個產品必須要能夠借到你 我要問大家 Bertia能不能夠借到你 什麼力 有很多啦 第一就是市場上的陽胎數 對不對 市場上的陽胎數 七八十秒 再類似 都是富豪一名人在打 而且都是阻塞的 對吧 這個就是第一個 很重要的力量 都是了不起的人去 所以它的安全性 是肯定被認同了 是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能夠借到的是什麼 活細胞療法 幹細胞 是嗎 它絕對是一個趨勢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人類也就要幹細胞 當它去到細胞的這個階級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它是最小的了 人就是從細胞 翻演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能夠解決細胞的問題 我們能夠解決人的所有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能夠接到你的 當然我拿一個比較普遍的方式 這是我接觸過的一個更好解釋戒律的方法 那天我記得我在大三角 大三角的時候呢 我們就幾個人坐在那邊喝咖啡 就有一個人呢 有一點大師級人物的 那麼就在那邊講話很大聲 我們就在那邊聽他講話 我們幾個 那麼他就想要刁難 那時候 他就說 林曼 你懂為什麼 Playboy是兔子嗎 你們懂Playboy嗎 Playboy的logo是什麼 兔子 每個人都懂對不對 誰不懂Playboy的logo是兔子的 都懂嗎 尤其是男的每次看的時候 為什麼 Playboy是兔子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Playboy是用兔子做logo 他問我呢 我就 不懂咩 沒有想過 他說你不懂咩 我不懂 他就說 其實兔子 你把一隻公的兔子 放進一百隻母的兔子籠子裡面 他可以一個人 一個兔搞定一百隻兔 真的嗎 是沒 他說是啊 所以為什麼Playboy這兔子 因為那個特別強嗎 哇 我一聽到這個 我真的 我不能夠頂了嘛 我突然間很興奮 你懂為什麼我興奮嗎 我看到那個商機 有沒有看到那個商機 如果我們能夠抓一隻兔子來研究那個 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 為什麼 因為有Playboy這個品牌 對不對啊 因為我絕對能夠接到Playboy的品牌 全世界誰不懂Playboy是兔子 對吧 所以我只要我的開場 把我的物品牌一定是這樣設計的 你懂為什麼Playboy是兔子嗎 對吧 人家說不懂咧 啊你講這個故事給他聽 他馬上 欸有這樣的商品賣 哪一盒 這是肯定的嘛 對吧 這個就是接到利的意思 後來當然我去研究 我去设计 發現他是騙人的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ロゴ是兔子 可能跟兔女哪有關係 不重要 重要就是 這就是借利的那一種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應該有多好種產品 對不對啊 我馬上可以借用兔子的力量 Playboy的力量 相同的 我們這個陸胎書也是一樣 我們能夠接到 市場上已經很多年 養臺書的力量 而且 一個剛剛 被研究 甚至 很多政府都在大力推薦的 大力研究的干細胞 對吧 馬上可以接到你 我就發現到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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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 市場上 沒有人養了 路太書 每個人只想拿養臺書 你們相信嗎 沒有人敢拿 因為他還不是肯定 現在每個人搶 不過老實講 很難搶得到 因為整個澳洲 整個紐西亞的路 大部分的泰盤 都是不立位的 我們自己都不夠 他們哪裡可能講 所以市場上如果有 什麼 告訴你 老實講 這不懂是幾年前的 告訴你 我們有騙你 因為他們 因為我們的廠 它到底批發出去給誰 或者什麼 我們清清楚楚 當我們說 為什麼市場上有這個 他說 哇這個很久以前的 我們給的 真的是很久以前的 不過當然也不重要 重要就是我們做得多好 我們永遠不可以想 說我們要做唯一的一個 我永遠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完全歡迎競爭對手 因為他才會讓我們不舒服 對不對 而且我希望我競爭對手很強 對吧 不過老實講 很難 我根本不會給他機會 對不對 所以今天Vivain Pertia已經第四代了 他要來挑戰我們 第四代嗎 我們的第四代是怎麼研發出來的 他絕對不是說 隨時會被幾個人在那邊 想想想 叮咚 加他們要東西下去 不是的 我們是用市場上的顧客 來試試看的 你們懂嗎 來證明說這個是好的 證明說這個是對的 好了 當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 這是我早上品格的條件 這是個條件 非常非常嚴格 第一個 第二個是對立的 第三跟第四也是對立的 他能夠借到利 通常都是一樣的產品 是吧 很難 又是獨特的 所以他的條件 根本就是很苛刻的 不過如果做得到 他就有很大的賣點 聽到懂嗎 當然這是我找產品的一些條件 在我還沒有產品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那麼當然 所有的條件 所有的優勢再好 要是沒有下一個 什麼都是強的 什麼 效果 要有效果嘛 對吧 你吃了餓 你的獨特 你有什麼 沒有吃了沒有效果 鬼才要買 他就不會持續性 他有賣點 不過他不會持續性的這樣 賣下去 很多人跟我講說 產品都有週期啊 有沒有週期 有些產品五年 有些產品十年 有些公民都要不到一個月 就被淘汰了對不對 每一個產品都有週期 那麼很多人問我 誒我這台盤數有多長的週期 你們想知道 或者你們個人認為呢 他有多長的週期 每一樣產品都有週期 他有多長的週期 你們覺得 八十年 不要亂講 要亂猜 我想問大家 路融有沒有週期 幾千年了 是吧 人生有沒有週期 沒有 為什麼這些產品沒有週期 我想問 為什麼 因為有效 對不對啊 因為如果他有效 鬼管他週期啊 對吧 人家要的是效果 今天我想問大家 今天會坐在在座 各位會坐在這裡喔 你們覺得 婆婆跳台盤數 有沒有效 有 他不但有效 而且 非常的神效 什麼 不是奇效 他的效果真的是一流的 所以你看我看 他甚至能夠起始回生 他甚至能夠把一些絕症的人搞定 治療好 對嗎 這些不是我講的 你們懂嗎 你懂誰跟我講的嗎 誰跟我講的 不是 我的顧客跟我講的 對吧 我的顧客吃了這個產品 他把他自己的病治好了 他來跟我講的 他來跟我講的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產品 是不是 我們的顧客來感受 各位 今天很多人說要吃什麼產品 要問醫生 你說對嗎 你說對嗎 應該嗎 我第一個問題問我的醫生 你給我的藥 吃了會不會反效果 會不會有 你給我的藥吃了 會不會有副作用 會不會 會 這為什麼你要給我吃 那麼你給我的藥 能不能夠根治我的病呢 不能 第一不能跟著我的病 第二有副作用 這為什麼你吃 那為什麼我要吃什麼東西 我要混過你 因為有副作用 你也知道我吃嗎 是嗎 所以現在這個是醫學的瓶頸 各位 這是醫學的瓶頸 他們講慢性病 慢性絕症 根本都沒有藥的意思 是嗎 難道要我們怎樣 死嗎 有時候我在想 真的 有時候我們個人 在買銷售產品的時候 不是 我做了這麼多年的銷售 銷售 這麼多年的銷售工作 也堅持自己本身 要百分之一百的一個成交率 當我談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最親的人談不到 你們相信嗎 對 最親的人就不相信 你講的話 外人說 哇馬上我講句話就搞定 最親的人他不相信 所以最靠近的人 是最難說服的對不對 對 因為沒有距離 沒有姿態 現在 最近我們發生煙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打發脾氣 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 去年我們已經做得很好 都知道 這產品真的是能夠幫到 那麼我的親家 你們懂親家嗎 就是我的姐姐的老公的父母親 的其中一個 那麼就中了糖尿病 那麼 就知道有個糖尿病 就給他吃了一點熱 他就怕我不敢吃了 結果醫生說要聚酒 那時候就很嚴重了 那時候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他又不肯吃又很固執 那麼又很難談 根本沒有機會跟我們去談 那麼後來他就 進醫院 要去聚酒 他明天要聚酒 我就發了 我們通常家裡的都有group message 就是發一個message 全部都可以收到 那種group message 我的家人 我說 今天差不多每天 都有人來感謝我 每天都有人來謝謝我說 救到他的命 救到他的 解決他的問題 幫到他的健康 每天都有人來感謝我的 結果我自己本身的親人 要進醫院掌腳 我說 他媽的 我失眠 出話都媽了 結果 真的 進去截止了 今天截止 隔天就死了 那你們覺得截止對嗎 我真的覺得 所以我去他的上司的時候 我站在那邊我是覺得 還是我的問題 我沒有真的 站出來說不可以 不過為什麼 明知道是這樣的一條路 那腳都不見了 他還是要去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們 一直給這個 現代的這個醫學 從小到大 生病出上看醫生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 影響到 那種影響嚇死人 對不對 所以今天已經不是講了各位 不是講了 他們有他們的瓶頸 所以那天我 我失蹤了幾天 十多天 三個月 很多人找不到我 你能不能動我在哪裡 我在中國大陸 北部 我從東北 到北部 到西北 就是從黑龍江 到寧夏 到新疆 你們懂嗎 新疆乌鲁木齊那邊 當然我是去鋪路 我是在跟大家講 你不要問我幾時開哪裡 幾時開哪裡 我比任何一個人還要緊張 我比任何一個人還要想 拿下這樣的事情 不過我們決定 不可以這樣冒冒乱進去 對不對 進去我們要有策略性 所以我在鋪路 我在鋪路 我在鋪三年五年後的路 那麼我想問大家 歷威多三年會怎樣 歷威三個月都不得了 是吧 每三個月都會很可怕的一個 一個進展 如果三年他會怎樣 歷威才四年多 三年後你會怎樣 從不過從現在開始 兩年前Jeffrey他們做 Jeffrey他們 造就了今天 當時他們做的時候 很像什麼都沒有的 你們知道嗎 兩年後的經濟他們變成這樣 要買屋就買屋 要買車就買車 好像不用錢這樣 那麼從現在開始 又有很多東西 對不對 有這個有那個有這個有那個 三年後會怎樣 我告訴你們會怎樣 在座有相當多人在這裡 如果這樣持續不斷的 揭護公司的活動 真的非常認真的開這些事情 把這些事情到最重要的 三年後你已經不在了 你已經超級無敵 半退休狀態 你們懂嗎 那時候VVL開什麼國家已經關你的事了 因為你已經退休了各位 你們想想一下是不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那時候我開中國大陸也好 我開美國也好 我開日本也好 關你屁事 不懂是你的第四八奈人弄下去 是不是 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 不用擔心這麼多 把你現有的組織做好 把你最身邊的那些市場做好 那個是最重要的 不要想拿這麼遠 有人跟我講說 爸爸那你中國幾時開 中國 中國咧 我中國有一個人要做 一個人要做 要我開中國 他以為這樣繼續開一間店就開了 為了他一個人 是吧 我本身在中國做直銷三年 從頭做到尾 我很清楚那個國家是這樣 所以 我比任何一個人還可以想把這個東西吃掉 是吧 誰不想 所以你看我們VVL的走勢 全部都在走華人市場 是不是啊 那一定有一個原因在後面 是吧 所以我比任何一個人還想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更何況 再多幾年你們可能都已經不在了 我只有一個要求而已 每次比方大會回來回首一下就好了 拍拍一下下面的照片 還是你去哪裡拿你的照片 這個就是 不過我就沒有叫好命了 我還要奮鬥多三十年 是不是啊 我還可以奮鬥多三十年嗎 我絕對可以 如果我真的再奮鬥多三十年 你們建議出來的組織 至少可以拿三十年 是不是啊 對 這樣你們是不是可以奮鬥多四十年 真的是這樣 好 那麼好了 產品有效果 產品有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很好很好很好 不過什麼都好 不過為什麼在我們之前人家做不到呢 為什麼 所以不只是好就是可以買了 同意嗎 所以他就牽制到下一個P了 下一個P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Prosidian 我們的系統 我們怎麼樣去銷售這個這麼好的一個產品 我們來看 步驟化的是什麼 我們能夠把所有的賣點 所有的好處把它簡單化和步驟化 而我們最成功的一個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能夠把它統一化 我們能夠把它統一化 今天我們要怎麼談Berliotide版書 就用OPP那本書 是不是啊 你怎樣談 這個產品你怎樣談都好 它跑不掉這個OPP的書 對不對 對 你一定要用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們不但能夠把它統一化 我們能夠把它簡單化 而且要簡單化 而且要有效的話 它真的必須要天才才做得到 真的 所以要掌聲鼓勵一下 是我的 真的 它需要很多很多年的市場經驗 銷售經驗 因為把它簡單化還是最難的 你們懂嗎 要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那是非常非常難的 我們能夠把它簡單到 只有短短的十六頁而已 而且甚至大部分的人 沒有用完十六頁就已經賣掉了 是不是啊 十六頁 所以你看 我們的所有的工具 都是非常簡單有效的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關鍵 為什麼我們會做得比別人好 的原因 那最近有一個這樣的工具 你們知道這個 我個人真的非常喜歡這個 這個很好接力 因為裡面講到成分 當這個一出的時候 我也看到某樣東西 它可以幫助我們 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 接下來市場上有什麼錄台說 還是什麼鬼的話 我們拿著成分出來 我們就贏了 是不是啊 我們有第四代 我們有九個成分 我們裡面 講多少就是多少 百分之一百 甚至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我們是沒有講的 別人拿那個東西來賣 我們也有過 我們沒有講 因為那個本身 不能產生任何效果 所以我不放 你知道嗎 我們主要有效果的 就是這九樣 那麼這九樣 也是我們立位獨有的 沒有人可以複製的 因為這是我們已經拿到的一個產權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們要懂的 充分的利用 不可以只有一本 懂嗎 不可以只有一本 這個是 特地叫我講兩句的 他現在人在台灣 馬上就要輪到他講 好了 那麼 簡單有效的工具 不只如此 我們還有簡單有效的活動 今天我們講馬來西亞的情況 在馬來西亞的情況 在馬來西亞的情況 大部分 大部分我們的活動是什麼 我們大部分的活動是什麼 飯局 對不對啊 每天都有飯局 各位 每天都有 我們從一天一場 我們從一個禮拜一場 到三天一場 到一天一場 到甚至我們的record 一天三十場 一天三十場飯局 現在 如果他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有效 你覺得有辦法複製三十場完一天 沒有辦法 對不對 現在我們正在重複著 做複製的動作 所以他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他才會有倍增的結果 好 我們再來看 而且我們有非常說服力的見證 而且我們都能夠把這些見證 變成工具 對不對 那每個手上今天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個 Volume 3的Destimonia 對不對 真的 剛才順利講得很清楚 他的這樣的步驟也非常的對 先把那本書 簡單的講解給哪一個人 所以自己本身 必須要對工具很熟 很簡單的分享給哪一個人 過後呢 才把這些東西交給他 要不然的話 我真的回到家裡丟一遍 這麼好的工具 沒有充分的利用到 這就是我們一個 銷售的這個步驟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是沒有這個銷售的步驟 你產品再好 它也形成不了任何的商機 對不對 因為在我們之前 已經有了這個產品 結果到我們之後才把它發揚光大 好 那麼當然有了產品 有了這個銷售的步驟過後 是不是已經是最大的機會了 是不是啊 是嗎 是不是有產品完 就拿到世界上最好的商機 是不是 不是 當然有的步驟還不夠 還不夠 我們還要下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來看 就是它還有沒有市場 這很重要 對不對 要是這個產品這樣好 你很會賣 不過全世界都在吃了 你覺得你還是上機嗎 還是嗎 不是了 好 你們打個睡覺是嗎 沒有 沒有什麼反應 今天是VIVA很重要的一天 好了 我們來看 我們還要看有沒有市場 要是全世界都在吃的話 就不是長機了 我們來看 這個是世界地圖各位 好 那麼 世界有六七十億人口 全世界 那麼VIVA這麼的了不起 都八百 都摸得阿裝阿裝 你看 剛才 背著的阿裝阿裝 我們只做了 這麼一點點的地方 那個圓圈我還特地都大一點 不然很不好意思 是吧 看到那個圓圈嗎 有 搞不好有些人看不到 有什麼這麼樣的 了不起是不是啊 也就是說 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九的市場 不是VIVA還沒有去的嗎 是他們根本都不知道有露台書的東西 就像我們五年前這樣 你們懂嗎 就像我們VIVA在大三角做了兩年 Jafri沒有聽過露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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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做了兩年了 就像我們現在做了五年了 你懂世界各地有多少地方沒有聽過露台書嗎 這樣嗎 有沒有市場 有 那你覺得我們會翻過嗎 No way 沒有翻過 我們現在每天所作所為 都在籌備 都在籌備 我們需要一天開市場嗎 需要嗎 我們真的有這個必要 一天去開市場嗎 你知道要浪費多少人力物力 甚至有這樣的風險 把我們的人去弄三對不對 它裡面只有風險的 我們何必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需要一天開六間嗎 需要嗎 我們不需要的 我們一間一天開 每一間出來都可以接力對不對 為什麼要一次過 把這個力量用完 為什麼我們要浪費這麼多人力 這麼多的物力去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VIVB確確實想做大 我們回去挑戰自己做這樣的動作 要不然的話 我們根本都沒有機會 真的進進全世界 如果六間都開不了 我們根本沒有資格開六間 沒有資格開六百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一次性能做 我們做不好 我們都要做 我們第一次就把它做好 對不對 不過我要各位知道要東西 剛才我們講的 可能是全世界的1% 這市場 而這1%的市場 我們也只做到一點點 你們懂嗎 1%的市場 我們也只做到一點點而已 你們知道 我們認為 從一開始到現在賣了幾套嗎 幾個了才你們知道嗎 8萬套 很多嗎 我覺得有時候我心想想 有才8萬套 我們講到多厲害多厲害 其實只有8萬個人 甚至有些是重複吃的對不對 少過8萬人在吃 我們來講品而已 馬來西亞幾個人 2千多萬人 我們已經做了3億的業績 告訴你們 新幣 各位 才8萬套 我們就做了3億的業績 所以你說高教育這麼重要 高教育太重要 是不是啊 要不然根本的賺不到錢 我們全部都要吃草 是不是啊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學生產品很重要 不然我們再厲害賣 我們賣到死啊 可能賣不到500萬 是不是啊 所以高教育是非常非常小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好了 那麼你們覺得 這樣小1%還沒有完的一個市場 我們就做了3億了 如果接下來我們再開的話 你覺得你們退休的可能性高不高 真的非常非常高 真的 搞不好我下一站印尼的話 就有很多人都沒有出現了 真的 今天在日威 已經有人在退休了 你們不懂嗎 只是你們不認識而已 有些人單單matching 每個月拿5萬matching 因為他撞中一個一條線 他每天已經半退休狀態了 每個月領錢就對了 幾萬幾萬這樣累 你們不懂嗎 已經有人在半退休狀態了 或者甚至完全退休了 甚至有很多都是老人的 我也非常的開心 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個等一下我會講 好了 產品效果很好 那步驟非常有效 我們能夠把產品消除出去 見證非常的好 市場的潛能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空 那麼我要問你 是不是整世紀巨大長期現在 是不是 是不是 還不夠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下一個P 什麼P 我叫做Principle 它是平台的意思 公司的意思 各位 如果產品這樣好 不過這個公司 它拿來做money game 它拿來用別的方式來銷售 或者說 它只是想賺快錢的話 我要問你 產品這麼好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浪費了兩年 浪費了三年的時間 這公司炸了 公司換不了了 老闆事態不好 剛才聽到很多 我這樣壓力 我坐在那邊 好 那麼 這個公司如果不對 產品再好都沒有用 是不是啊 對 那麼我要問大家 我們公司對不對 對 為什麼對 因為大家名字就對了 對不對啊 因為它名字 這個公司是多麼想要對 好 我們的公司叫做 Reway International 看公司我就知道 這個公司報對 對嗎 因為它一開始就講對 是嗎 是 所以我們叫Right way Reway的意思 好 所以你看 我們當然不要講名字 名字是人選的嘛 是吧 我們要分析 為什麼這個公司是對的 第一個 這個公司是新加坡工廠 那麼我想問大家 馬來西亞 我不知道了 我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我去中國大陸也好 我去泰國也好 我去泰國也好 我去很多很多 紐西蘭也好 哪裡都好 當人家聽到新加坡的時候 你發現到他們的反應很好 對不對 對 他們的感覺很好 我的感覺很好 馬來西亞我就不懂了 不過我們要站在世界舞台看 我們不要站在馬來西亞的角度看 他們會覺得 哇 你新加坡人會覺得 哇 朋友很好 所以我發現到新加坡本身就是一個 品牌 是不是啊 人家會有一定的相信和信任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優勢 我們的公司 那麼接下來跟我來看 這個公司是從零開始的 重要不重要 重要嗎 重要 公司從零開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這邊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很多人剛剛加入不知道 V-Way怎麼開始 V-Way從38萬Sample開始 V-Way從38萬 第一次接触我們的幾個醫生 第一次接触我們的場合的時候 他們跟我成長 我就給他們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當我在跟他們談的時候 我已經要面對非常漂亮的畫面 將來會是怎樣的 如果你們給我這個場合 幾個人坐在那邊給我說服 他們坐在那邊聽 嗯對對對 後來我就說 你有沒有Sample 你先給我 他說有 我說有 多少塊 38塊 給我 他們就很緊張 趕快要給我 那麼他們給我的這段時間 幾天內啊 在我還沒拿到那些Sample之前 那個盒子我已經做好了 那個 罐子的那個 叫什麼呢 Sticker我已經做好了 全部的東西都已經做好了 我一個人做好了 那麼 然後 產品我也已經賣出去了 但我還沒拿到Sample之前 Sample一來了 我黏Sticker放盒子 送貨 送貨 送貨了是不是收錢 收錢的再買貨 買貨了再送貨 收錢的再買貨 買到今天3億 新病 什麼意思 我要講的 不是我很厲害嗎 今天3億新病 絕對不可能是我一個人買 我再厲害 不可能買到3億 我要講的是什麼 Ringway是從零開始的 意思是說 它不是從富開始的 對嗎 大多數的勝利都是從 富開始的 它必須要找人家投資 它必須要跟銀行借錢 它必須要拿政府的一些金貼 它都是先預支的 先借錢的 對不對 找人家投資的 人家投資的 需不需要還 需要還 需要還的 賺的錢 需要分就是還的意思 對不對 不過Ringway不是 Ringway是從零開始的 意思也就是說 從一開始 它就沒有欠過一分錢 那麼意思也就是說 一個沒有欠錢的 你覺得會有機會倒嗎 我根本都沒有給它機會 對不對 最多也會去零 是不是啊 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沒有付 它沒有欠錢的話 全部 它只有上的可能性 對吧 所以從零開始是很重要的 我們再來看 好 這間公司的出發點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發現到一樣事情 當我們把Ringway做起來了 我身邊的朋友啊 都會覺得 哎呦 你開這家公司很好賺耶 都想去開這家公司 有沒有想過 我相信在這裏也有很多人想去開這家公司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很好賺 對不對啊 單單你這個出發點就完蛋了 你就沒有資格開這家公司 市場上就是有太多這樣的人開這家公司 但是害死直銷非常負面在社會上 就是因為他們以為直銷很好賺 他媽的 害死我們要做的東西 對不對啊 如果一開始還沒有開這家公司 你就想要說 我有一個制度 然後趕快掃多一點錢進來 然後我就可以跑掉了 如果你一開始就這樣想 你覺得這家公司會去哪裡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告訴你們 今天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在這裏也好 包飛機也好 好 開大會也好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正常的生意人 會去做的 你們懂嗎 真的 沒有一個正常的人會做的 如果是為了錢 對不對啊 這個人必須很清楚的知道 指銷商需要什麼 我知道 因為我曾經是一個指銷商 而且是一個指銷領導 當我 站在最後一間公司 一個執行總裁的位置 離開最後一間公司的時候 當我一踏出來 叫社會的時候 我想的唯一一樣東西我想做的是什麼 指銷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花了十多年時間在研究指銷 我很喜歡指銷 我知道指銷可以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還不是錢的問題啊 賺錢什麼行業都做得到 對不對 你是一個成功的人 你做什麼行業都成功 是不是啊 所以為什麼我還是要選擇指銷 因為我指銷不只是可以賺到錢 它不只是可以給我進行上的成功這麼簡單 你會達到很大的滿足感 對不對啊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內包的人都會有相同的這種感受 我想做指銷 當我踏出來的社會 我看那幾間指銷公司 我看小間的公司 有的人要請我去那邊 有的人要請我去那邊 我看得過 我看得過 我看得到老闆 我看得到管理層 我知道他們的結果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我 太有經驗 還是我太複雜 我看大公司 我看到我三年五年後的結果 我看小公司 我知道我三年五年後的結果 這兩個都不是我要的 我就發現到很遺憾 我當我副長 不過我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我找不到一家公司 是可以真正讓我百分之一百 全力以赴去做的 沒有貨不自由的 當我們做一家公司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的 你知道嗎 我擔心公司會這樣做 我擔心那個會這樣做 我擔心那個會這樣做 你不可以衝前面 你知道嗎 你還有很多後面要顧的人 你知道嗎 真的有做過製造的 你就會明白 我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會這樣的 為什麼沒有一間公司 是可以讓我沒有後顧之憂 我只要衝就對了 我不需要去想太多的 為什麼知道它沒有 所以我才打算出來看的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遺憾 我想要製造一間對的公司出來 一間如果我是自家商 我想要有這樣的公司的公司 我想要把它製造出來 這就是我的出發點 而不是說 只需要公司才能賺 我要賺 老實講我做什麼都賺錢 你們相信嗎 真的真的真的 不相信的話 你接觸過多一點就沒辦法 然後你會吃不下睡不著 不好 好我們來看 所以這個公司的出發點很重要 我告訴你 今天市場上 所有的製造公司的出發點是 什麼 賺錢 你相信嗎 結果到最後賺錢 因為他去追錢對吧 錢會跑得更快 我們應該讓錢來追我們 所以我們把我們所應該做的東西做好 錢自然就會來過門 對不對 我們努力 我們誠實 我們好學 我們提升我們自己本身的能力 我們把人性關係弄得很好 他們自然要讓你有錢 是不是啊 不要直接賺錢賺錢 想要去購人家的錢 沒有用 好我們再來看 而且這家公司選擇做直銷 這個要感謝上場 對不對 其實直銷也只不過是其中一種銷售方法 今天如果我來搞傳統 我來做品牌 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各位 真的 我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我完全百分之一百相信我會做得很好 好 不過今天還好 感謝上場 我們是選擇用直銷 因為才會跟各位有關係 對不對 要不然管理P4 不太出賣不好管理P4 對不對 只是跟我的幾個代理商有關係 跟我的幾個琵琶商有關係 跟你們一點都無關 對不對 不可能今天有這麼多人 所以今天要選擇直銷 真的 每 他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機會 當然前面還有很多前提 就是剛才我所講的步驟啊 講到公司的力量這些都非常重要 當然 不單單只做直銷 而且必須要很堅持直銷的原則 某一些東西是不能做的 我們公司絕對不會做 好 必須要做的 我們百分之一百 比任何一個人還緊張去做 好 我們都非常知道 在直銷裡面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所以你們根本都不需要 因為擔心 因為我們比你還擔心 對不對啊 因為一開始我們就想把它做對 那個是一種使命 已經不是純粹的想把它這樣混混的日子 不是 我們每天都在思考 每天都在想 好 然後呢 這家公司呢 目標 是非常非常的明確 我這裡講的目標明確 就是說當然 很明顯 因為每個時候都有目標 而且每一個目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過我在這邊我主要要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主要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reway從來不會給人家追 reway只會讓別人去追 我們永遠跑在人家的前頭 對不對啊 我根本沒有給人家機會 不但追到 我還把距離拉開呢 我根本沒有給人家機會追到我 我根本沒有給人家機會追到我 我根本沒有給人家機會追到公司的 對吧 每個人都追到要死的 是不是啊 而夜追越覺得自己是渺小的 是不是啊 這就是公司最重要的一個成功的條件 因為老實公司沒有姿態 再好的產品都沒有用 你會發現市場上有很多公司 他們是讓他們的領袖影響的 是不是啊 公司本身只想賺錢而已 決策的人是職銷商 對嗎 那幾個職銷領袖 而且是幾個人 那才偷偷嘛 是吧 因為幾個人的理念都完全不一樣 兩個人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一開始 我從零開始 我從來不跟任何一個人合作 因為我知道一開始合作 人會變的 是不是啊 在五年後十年後 他變了 我怎麼辦 他變了 他現在要分錢了 我怎麼辦 是嗎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的 因為他跟我的成長過程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啊 有可能現在關係很好 覺得合作在一起可以 沒有了 所以一開始就要做對 一個人 一個人說了算 對不對啊 在戰場上也只有一個頭 對不對啊 你兩個頭 一個走那邊 一個走那邊 死定了 再好了君主的事 對吧 一個頭 我講那邊 全部衝那邊 錯了都變對了 是不是啊 所以這事很重要 所以到今天為止 他還是這樣 所以做得非常非常的 沒有任何的人事問題 在股東裡面 這些都是我之前的經驗 所以我明白 我之前的股東亂七八糟 我之前也在公司 裡面管理層亂七八糟 所以我很 排斥 因為我照人會變 對不對啊 好 好了 我們來看公司 對了 產品對了 步驟有了 市場很大 公司也對了 那是不是最大的商機了 是不是 還不是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跟你們有關系的 叫什麼 blend 如果blend不賺錢 管理屁事 對不對啊 如果blend 你們只賺你們的1% 有沒有用 或者0.5公司拿出來賺 也是沒有用 所以我們的blend 第五個批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做回饋制度 就是獎金分配制度 當這個業績產生了 我們是用怎樣的制度 來分配獎金 我個人怎麼看制度 第一 我們叫做re-wain-nevo-pulgram 第一 它必須要有競爭力 這個制度必須要有市場競爭力 就是我拿出去那個市場 我一翻開 啪 我可以贏人啊 是不是啊 我憑什麼來贏人 憑什麼 這樣誰講的比較好誰就贏 不是的 人家要看的是數據 我一百塊進來公司 多少錢是分出去的 那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啊 好 re-wain 最少的60% 這是很謙虛 非常謙虛 我這樣講的 不愛你坐在那邊 會罵我 真的 如果啦 不愛你現在在新加坡 現在在談著 跟我一樣 有時可以高到70% 各位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要嫌少是嗎 現在 如果是做這個勝利 你會這樣做啊 所以我實際上講真的 剛才人家說我老闆 你家是Vila 老闆西北號鏈 我告訴你 全部都是拿來接你的 真的 我全部都是拿來接你的 我全部都是來製造一些畫面 給我的領導人看 給他們知道 他們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去奮鬥 對不對啊 當然這是第一 那麼第二 我要給你們知道一樣東西 今天如果你做到公司的業績 你賺的錢比公司還多 你們相信嗎 我沒有騙你的 我沒有騙你的 因為公司最多 最多一百塊錢 最多只有6%到7%的收入 的利潤 一個公司做到只有6% 有時5% 有時沒有利潤 你覺得有意思嗎 做一個勝利 有沒有意思 跟他關掉算了 是不是啦 很多人會這樣 不過我們不是啊 我們不是這樣 因為它是利潤 是不是啊 我只有6% 最多的一個 我們叫做利潤 各位 今天你的利潤 是不是只有6% 意思也就是說 你做到公司的業績 你賺的比公司還多 對不對啊 更何況是我 公司也只有6% 何況是我 對吧 我不是更少 對吧 所以這些都是公司的 公司的 第一 公司買了一間屋子 公司買了一輛車 是可以接你的 對不對啊 尤其是屋子 屋子它還會增值 對吧 這個屋子增值了 五年後我賣了 賺到錢 錢去哪裡 公司 是不是啊 今天你賺到錢 你買一間屋子 這個屋子增值了 你賣掉 錢多去哪裡 公司啊 公司也不錯 最好是來我這裡 是不是啊 跑去你哪裡 這樣誰 誰有錢 你有錢 是不是啊 很容易看的 太容易了 真的 我們連報告 每次出來的時候 看I.O 看某人 每次都是這樣 不過我們有業績 對不對啊 有業績 雖然利率很少 不過它是相當變大 好了 我們再來看 它必須要有競爭力 這是Brand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撥出去多少獎金 那是很重要的 當然撥出去 如果說65% 比如說 它還是必須要 這65%是怎麼樣分配的 有很多Brand呢 這65%它亂亂分配 它分配給那些沒有生產力的人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另外的那部programmer 它是沒有多餘獎金的 如果您注意看 它非常的簡單 它有沒有汽車獎勵 沒有 什麼是汽車獎勵 就是它拿一部分的percentage出來 5%或10% 拿出來給之前做到的人拿來分 對不對啊 有很多人就會坐在那邊分 久了 因為它這樣會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 業績是追不到這些人的人數的 所以到最後呢 它就分了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結果車呢 全部被掉在bank外面 有沒有 真的是這樣 因為它公司也沒辦法 因為已經set下去了 它一set下去 它就拿不出來 一拿出來就影響到某些人 你明白嗎 所以他們不可以一開始講說 如果有這種多餘的獎金 比如說房屋基金啊 汽車基金啊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浪費 percentage的一些獎金 或者花紅啦 粉紅啦 這些有很多人會在那邊坐牆騎乘 reway的blank 三個制度裡面 都是因為有業績才有粉紅 是不是啊 因為它有業績它才有粉紅 它這個業績肯定是在它的組織 它有沒有帶它組織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有組織 對不對啊 還是它的組織 它沒有做 我就是要它沒有做嘛 這就是我開reway的主要目的嘛 我就是要你們退休嘛 是吧 我要告訴你們 今天如果說reway 有五百個人已經退休了 比如說 每一個月的收入十多萬 沒有做了 你懂嗎 全部的組織 就是我們帶掉的屎 比如說 他們完全不見掉了五百個人 你覺得這公司可以做嗎 可以 你懂可以吸引誰嗎 有些CEO多了不起 有些大老闆多了不起 上市公司的老闆 他們都要做一輩子 都沒有賺比這些人多 對不對啊 這些人眼睛都亮去啊 蛤 做三年就可以啊 這些人有能力的人就會進來了 是不是啊 要是我去怕你們賺錢 有很多公司就是這樣 要你進來的時候 都好賺 都好賺 當你賺到的時候 不要你賺這麼多喔 有沒有 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這本是中國 我明白 我也了解那種情況 我也了解那種感受 那是不對的 我都希望在reway 有多少人退休 我只有一個要求回來 重複多一次 表達會的時候來 揮揮揮手就好了 因為有更多人這樣 做了幾年就退休 做了幾年就有源源不絕的收入 哇 你懂我可以吸引水嗎 對嗎 這才是關鍵啊 如果怕錢出分給別人的話 你根本沒有資格做指向 我今天我領導人賺錢 我多開心 是嗎 不過有些人就是很奇怪 他反過來 他反過來不要講 他去開指導公司 那是非常氣人的 所以reway的brand呢 他不但沒有多餘獎金 但你注意的看 他會給你一個穩定的高收入 他不但高收入 而且是穩定性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些步驟 我們會知道很多很多的活動 讓這個組織繼續的活躍下去 對不對 讓他繼續有熱力 有動力這樣一直要炒下去 所以組織他會繼續的動 當他組織繼續的動 業績繼續的有 你的收入就會一直保持這樣 穩定的高收入 所以他全部都是配合的 不只是一個plan出去就可以了 很多人說 哇 reway的plan這樣好啊 copy他的plan 死定 剛才那個競爭力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除了他boss的獎金很高 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點 什麼優點 我們每天計算 是吧 你以為每天計算這麼簡單 很難的你懂不懂 每天計算 先是太多太多行政問題 有很多公司 他可以copy到plan 他不能夠copy到我們的電腦系統 對不對 他以為叫一個會寫電腦的人 寫一個plan 寫一個電腦系統 他就拿自己來辦就可以了 但是 很多支援公司就是因為電腦系統 就是我們整個公司的腦 對不對 這個電腦系統有什麼問題 我們馬上被癱瘓掉 是不是啊 所以他的選擇 他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好來 我給你一個例子 好 我今天要跟你講的 不是說我要介紹你們 我的電腦系統是誰 這個我也不可以介紹 不過我要告訴你們 就是說 我們這一方面 我們也有注意的 一開始 好 不是說我們隨隨便便便 就可以找一個人來做的 或者�instant不 requests 希望他沒有錯 或者是他是對的那種 沒有難 Orlando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要找怎樣的人 要有怎樣的關係 他是做什麼的 我們很清楚 比如說今天我們找一個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關係很好 他会写电脑系统 我要开一家自责公司 他帮我写很便宜 写一直经过了 不用管了 他帮我写 写完了过后 我就开始乱了 乱了过后 电脑会不会出现问题的 会的 那么我做得多好 谁知道 除了我以外 还有谁知道 电脑都能知道 对不对啊 他是比任何一个人 还要清楚 当业绩上一亿了 当业绩上两亿了 他会不会不平衡呢 会不会 他就会想 一样不是我帮你写这个东西 你有办法去他这样 对不对 他就跟你讲说 老大丽隆跟你讲 这个电脑出些些问题 我需要停两个礼拜 可以吗 我们今天立位 立位member那边 停两个礼拜可不可以 马上死 是不是啊 那么我当然会跟他 哎 妈的 不要开玩笑了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有 我三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哎 这你又不讲 我很贵 五十万 你给不给 他牵着你的鼻子走 很多指向公司就这样 不平衡 然后关掉了 我告诉你 真的 你们懂吗 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不但你要选对的 他必须要有竞争力 他必须要能够有 provide我们一些 我们要的东西 好 而且我告诉你们 我们没有讲的 这个 静静在后面的 单单我们的电脑系统 到现在为止累积性的 我们已经超过一千万了 我们投资在那里 我们是开玩笑的 我们是开玩笑的 只有reway会舍得去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是重要的 生命脉 对不对 我们才会丢这样的钱 在这个看不到的东西 是吧 不过又是这么的重要的 很多人他重要 不看不到 也看不到 他就会认为 哇 你在吃他钱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reway都知道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 就是我们知道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稳定高收入 而且不但能够有 稳定高收入 他还能够永续的收入 他还可以帮助你 会有永续的收入 很多公司说 他可以永续经营啊 这间公司要开一百年啊 这间公司要开两百年啊 不过如果这个制度要maintain的 你可以有永续收入吗 你不要maintain就没收入了 对不对啊 你能够永续吗 reway的pressure需要maintain 全拿啊 全拿啊 是不是啊 你拿 你有组织 你制造出来的组织 能够独立 你照拿 是不是啊 这才能够获奖永续 有些公司 甚至大公司获奖说 你一有其他组织 而且非常合理的组织 织织 织织 织织织 一个月 他换一个产品给你 你可以出产品 免费的 好不好 好 这种制度 只有天才想得到 这样的 所以 他不但有稳定到收入 他有永续收入 他一个很重要的 他还有一个隐藏的收入 我们没有讲 对不对啊 在RW费换 费换率里面 有没有钱 里面有一个差额10% 谁赚的 肯定有某些人在赚 是不是啊 肯定有人在赚 不要小看了10%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每次跟领导人讲 我们要有种担当 我们要有这种责任 我们要参与组织 我们要照顾组织 我们要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 那10%就你赚 对不对啊 你想三 你想什么 那10%肯定不是你赚的 是吧 所以我们要有担当 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啊 老实讲 我们单单看那三个bonus 我们不能够预测领袖的收入的 我们预测不到 因为他的收入不只是那三个bonus 对不对啊 他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讲的隐藏的收入 他里面有汇换率的对不对啊 对吗 对吗 你们懂吗 里面有10% 那10%有多恐怖吗 你做100万你拿10万了是不是啊 如果你做得对 公司的收入很大 reway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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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最大商机 什么事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最后一个P Beeple 人物 是谁在管理这家公司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我哦 我的我已经讲了 刚才 我是公司 对吧 公司文化精神 都是必须要从我这边开始 我现在讲的人物 是除了我以外 好 我们的管理层 各位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管理层 没有 没有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非常的努力 对不对啊 对 今天Dato Kenny 他应该去封达多人 你们懂吗 对 今天就是封达多人是不是 对不对 他应该在马来西亚被封达多人 他现在人在哪里吗 他在Jakarta 意思也就是说 领袖培训会比封达多人 不太重要 在他心目中 这样 为公司的人 你可以想象吗 你讲得到吗 你找不到的 好 那Cualia是怎样的人吗 好 Cualia是当我们公司 那时候经济 还房租 要什么 要很紧张的时候 他可以去跟人家借钱 来贴公司的人 真的 而且是在我背后这样做 是在我背后这样做 而且让我发现他给我骂一顿 不然他还知道他是为公司的 不过还是给我妈 因为我不需要 不过他是这样的人 会死给我们人 死给公司的人 那Ivy是这样的人 在我没有找他之前 还是这样的人 他是几点几点 五点六点 他应该到家的 这个人 非常顾家 因为他十多年来 就是因为做了直销 抛夫妻子 所以他觉得很后悔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觉得他应该更多时间陪家庭 不过今天他又抛夫妻子 为了水 为了在座各位 真的 尤其是Ivy 我身上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都会讲 他看过七个老板 最好的还是我 不过他讲的一个东西就是 他做账 他做operation 他做account 他发现到 公司的管理层 大部分的expenses 是消费 是什么的吗 卡拉OK开酒 真的 开会在哪里 在赌场 都是这种expenses 老板的expenses 全部都是卡拉OK啦 叫你人啦 这种东西的 他说 rewayexpenses 很奇怪的咧 第一很少 第二全部都是车友 住hotel 哇 有时这边有时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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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一天都有几间华彪住的哦 好很多地方 全部都是这样的 他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管理层所制造出来的人物 没有花天酒店 非常有机灵 滴酒不沾 不堵 非常自爱的一群人 非常非常难找 好 结果 他形成一个很好的文化 我发现一进来那边的人 在我们面前不敢喝酒的哦 老板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喝酒 我都没有阻止他们 从来没有阻止的 不过这个是一种思想上的传达 精神上的复制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的嘴巴在讲说 哇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不过我们动作上再做另外一回事 我告诉你 你的还是传下去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教的 是你做的 是不是啊 所以你要看 当然这几个人 我有三个副总裁 这三个副总裁在管理的东西 他都会有牵涉到的 对不对啊 他有时牵涉这个 有时牵涉这个 有时会有口角 有时会有人识 不过没有政治 为什么没有政治 因为里面保持着非常非常凉满的沟通 没有人可以想要 那一点点 开始那个政治 political有那么问题 我给他们开始 我都不允许 我都会全部做下来沟通 有什么东西做下来讲 对不对啊 有什么东西不能够解决 我没有机会让他们累积 所以它里面的非常良好的沟通 而且我把它当作是其中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必须要做到的 所以它里面是不会产生任何分裂 还是什么 关系好像送你前辈 这样 有没有 真的 这些都是reway 被去坚持的东西 还有我们有一群非常非常棒 也非常珍惜reway的领导人 也就是在座你们 没有领导人 没有领导人 好像reway的领导人 这样 我要他去台湾 他去台湾 我要他去Jagata 他去Jagata 他去Jagata 要调动就调动的 真的 真的有时候真的非常感谢 各位的领导人的付出和牺牲 真的要站在台上 要去筹备 他没了 对不对 跟我屁事啊 我做我的组织就好了 是吧 为什么我好像来谈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人拒绝我 没有一个 听好了 我一个一个电话打出来 你谈这个 你谈这个 谢谢老板 你给我机会 谢谢老板 你给我机会 每个都是感恩的 虽然他们怕他要死 我不是开玩笑 很怕 有些甚至那一天 我一讲 真的每一天睡不着的 不过他们还是承担起来 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看过一个 是拒绝的 这样的领导人 真的 我们真的需要 另外一位真的高的领导人 一个 各位 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要对 对吗 今天这个商机 各位 各个方面 我那一点错误都不会让他犯 他只有上的机会 是不是啊 他根本没有一个 会有下的理由 我已经把所有的经济对手 斩掉了 我已经把内部做得非常清洁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健康 所以他只有上的可能性 把最后people呢 也只有唯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就是你 对不对 对 你怎么看待这个经济 相同的公司产品制度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 活动也一样 什么鬼都一样 不过收入不一样 我想知道为什么 什么东西不一样 就是你的思想不一样 是不是啊 你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要是你的反应跟别人一样 你的收入应该也跟别人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懂得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把握这样的机会 我们要了解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什么都对的话也不是容易的 他还是会遇到市场的冲击 市场的拒绝还是会有的 同意吗 同意 我让你们大家起立一下 大家起立一下 不好意思 其实那一天 那一天 我昨天从新加坡来这里的时候 我就听说一样东西 这个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消息 我听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 就是说Loyal Juran这边 的地底下有黄金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是一个地理学家 我很多年的朋友 他告诉我的 下面有黄金 我现在要各位大家分享这些黄金 我要你们拿一个 黄金要挖是不是啊 我要你们想象你们拿的是东西 要挖的东西 我要你们想象一下 所以我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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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要你想象一下 当你在挖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黄金 黄金啊 有没有黄金 没有呢 没有黄金 因为你在挖什么 你挖到什么 你挖到石头 你挖到砖块 你挖到泥土 你挖到垃圾 你挖到大便 对不对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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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告诉各位 现在我要以最后一个故事 来中介我今天的本世纪最大的商机的演讲 这肯定是一个商机 这是一个机会 不过我们必须懂得抓紧这个机会 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机会 各位 在曾经的大海中央 有一个人 在大海的中央 有一个人在钓鱼 又是钓鱼 那么钓到一条鱼呢 他就放在后面的鱼笼里面 他要继续钓 钓到鱼了 又放在鱼笼里面 然后继续钓 突然间听到有人叫他 老兄老兄 大海的中央 没有人 他一个人而已 他以为他的幻想 就不要管他 继续钓 那过一下子 那个声音就出来 老兄老兄 他只是注意看 他发现到鱼笼里面 有一条鱼在跟他讲话 他说老兄老兄 你放我 你放我一条深路 如果你放我一条深路 我给你三个愿望 各位 要是今天有条鱼 再跟你讲的话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一定要相信啦 鱼跟你讲嘞 我跟你讲你不要相信 不过鱼跟你讲你一定要相信 鱼会不会讲话 他可以讲话 就不是普通的鱼了 肯定是神仙鱼 一个神仙说 要跟你三个愿望 你一定要相信 对不对 Fish啦 弄鱼嘛 所以他知道 他得到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机会 他知道了 好歇了一拜 机会来了 他说 三个不够 我要十个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生命在他手上 对不对 他要要求更多 好 那鱼跟他讲说 哎呦我不可以 我的功力只可以给你三个 可以给你十个 我就给你十个 我的生命比这个东西还重要 对不对 不可以 我要十个 真的不可以 我求求你 我只可以给你三个 这样啊 这么办法 九个啦 我真的不可以 我可以 我都给你了 八个八个八个 我真的不可以 七个 六个六个六个 五个五个 四个四个 三个半了 三个三个了 好 转过来看 鱼死掉了 好 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好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什么条件都是对的 好 你要就真的有 我们还要 抓紧机会 抓紧时机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 得到 本世纪 最大的商机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好 坐下来 刚才那个是为了 DVD的那个 purpose 所以我先感谢大家 其实我还有东西要讲 不过这个是不可以录下来 最终要专业了 好了 今天是二月份 是不是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马上就要到了 我一直都认为 我们华人 农历新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吧 我都希望 每一个人 都能够一个大肥年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肯定是肥年 我还这样 如果需要去拜年 所以你们觉得 不平衡我也是没办法 就这么碰巧我家 好了 那么 那么 那么你们 应该也知道 昨天 2月1号呢 印尼的价格 调回原价 都懂吗 所以对印尼来讲呢 它应该会是一个 会有一个地震的 不过发生到真的第一天而已 业绩就不错了 印尼 三个月呢 印尼的业绩 是我们全部的业绩最高 他已经超越马来西亚 到新加坡 非常非常可怕 一个市场 那么 那么 因为印尼的一个调整 我就打算说 本来说 在印尼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帮助 给印尼人 因为他们的价钱 很调整 他们要去面对顾客的 问问题啊这些 所以他们会比较难做 所以我想要 2月份整个月 我想要帮助印尼 不过后来我昨晚就想一想 我就觉得 这样很不对 这样如果我帮印尼的话 这样马来西亚怎么办 新加坡怎么办 当然帮助也不可以帮太多 所以我们从昨天开始 我恭喜你 推荐两个人 你送一盒 直接推荐两个人 送一盒 我不想玩 一直到月底 整个2月份 那么我希望这个东西 可以帮助大家 去开更多的直线 去开更多的直线 那么利用3月份的活动 因为你开更多的直线 你可以得到更多盒 是不是啊 你送这两个人 一盒 你送这四个人 就两盒了 是不是啊 直接送一盒 那么你也可以 顺便开直线 也顺便可以 成这样的一个促销和机会 去充 你的定理念 6月份 你必须要在台上 被表扬定理念 所以你要充分的利用这个智慧 好 所以今天的演讲 我讲到这里为止 那么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已 而乐非我 我爱你们 谢谢大家 相信各位领袖现在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对吗 对 那么再一次我们以一个爱的鼓励来感谢我们Doctor Lim好不好 一次不够再来一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真的再一次非常非常感谢我们Doctor Lim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优惠 让我们过一个肥年 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在这个二月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冲上我们的TML 对吗 对 那么相信在座各位也刚刚听了老板我们Doctor Lim所讲的本世纪最大的商机 所以我想请你们在座各位领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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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领袖分享吗 相信我们也不需要多说了 因为他们的现在兴奋的心情应该是抢着那一个offer 对对对 大家清楚吗 再重复一次 就是从2月1号开始呢 直接推荐两套会送一盒 一直到2月20 2月尾 2月28号 所以呢 最后呢 今天的这个领袖培训会已经到一段落了 最后在这里文思 祝在座的各位领袖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万事容易 那我为了得在此 恭祝大家 口袋满满 新的一年 新的希望 最后我们以最后一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这个培训 祝在座各位 明天会更好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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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